这天一早 老王和如花对儿子小王 开启了严肃的谈话 老王表示 小王都快三十岁了 整天就知道滑手机 到现在也没有女朋友 自己非常担心 小王听后就表示 其实自己是有女朋友 但是非常担心 老王会给她戴绿色帽子 所以才不带回家的 小王说吧 还把女友阿美的照片 拿给老王和如花看 老王见后就表示非常满意 希望小王把阿美带回家里 如果合适的话 马上就可以结婚 也许小王不知道 在导演的安排下 她头上的这顶绿色帽子 那是戴定了 几天过后 小王带着阿美来家里做客 老王和如花见状 就表示对阿美非常满意 希望阿美成为自己的儿媳 看到阿美不情愿的样子 老王就找借口支开了小王 并对阿美表示 已经查明了阿美的家庭背景 如果阿美不从 就会让阿美父亲丢掉工作 让阿美好自为之 于是 在老王的胁迫下 阿美只能答应和小王结婚 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如花听后 也非常高兴 还说 阿美这么漂亮 家族的外貌基因 终于可以改良了 就这样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阿美也与小王结婚 生活在了一起 但美中不足的是 俩人虽然在一起一年多了 却迟迟没能创造人类 延续文明 对此 阿美也很烦恼 都怪小王的三秒 在我看来 阿美的生活 是催悲的 不仅小王 若运动不给力 平常深夜来临之时 老王也会默默通过 事先放置的隐藏监控 观察小王和阿美的三秒运动 看着儿子不争气的样子 老王的心里 有了一个邪恶的计划 为了计划的实施 老王就安排 如花和小王 去韩国旅行 并且为如花 准备了整容行程 看着小王离开的背影 阿美的内心 感到了莫名的惆怅 而老王 则用痴汗般的眼神 看着阿美 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自从阿俊离开后 阿美就觉得很寂寞 经常会在大白天 自娱自乐 而老王 每次也会通过隐藏监控 欣赏着 让人血脉膨胀的一幕 看到情不自禁的时刻 老王也会主动来找阿美聊天 帮助阿美打发寂寞 阿美为了让老王补充体力 每天都会准备 营养丰富的鲍鱼汁 由于老王的频繁洗澡 让阿美每天都非常疲劳 但老王是不会因此 停下洗扰的脚步 每一次都会让阿美筋疲力尽 脱水泪滩 渐渐的 阿美的内心 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经常会在深夜 主动来找老王聊天 领悟创造人类的奥秘 几天过后 小王也旅游回来 一看到阿美满灭红光 容光焕发的样子 小王就非常感谢老王 还对老王表示辛苦了 感谢老王帮忙照顾阿美 也许小王不知道 在老王的努力下 阿美已经成功接受了老王的播种 等待十个月后创造人类